你 你 你竟然用一千三百万的劳斯莱斯拉破玉米 嗨 败家小老外的机操物料 捡破烂的你少装屁 这百分百是租的 你自己在外混的不行 却想着租豪车回村炫耀 租这些车怕是花了你几年的积蓄吧 没钱硬装 典型的你腿子思想 不得不佩服你的脑洞 但你能不能别什么事情都扯上农民 威威 你们都孝醒店装扯 哈哈哈哈 这下不装了吧 害怕把车划伤吧 也对 你们可得小心点 这户里难化一到妻 你这一地的玉米卖了都赔不起 租豪车出事过 赔得倾家荡产的我见得多了 哼 方小帆你就是下一个 不过 那子让他们孝醒店 宝把玉米弄撒脸 啊 一千三百万的车不在乎 却在乎几毛钱一斤的玉米 方家小子带来这家媳妇也太败家了吧 呃 大家误会了 这是我助理 不是媳妇 请艾迪抽抽老板 等下那匪得给你败家 玉田貌似我也没招惹你吧 你老是针对我干嘛 好了 我们还要干活 你们走吧 亲 方小帆你别再装了 从小邻居们都说你比我有出息 你不就是放不下面子 承认没我混的好吗 前几天我亲眼看到 你在方市集团门口捡破了 今天我就要当着大家的脸揭穿你 哎 请艾迪抽抽老板 这次比着你装皮啊 咦 这车不对劲 怎么了 亲爱的 这车不对 你看这车上面的标识 这全都是韩梦集团的车 这下实锤了 可以肯定这些车绝对不是你的 你肯定认识韩梦集团的行政经理 是他偷偷租赖给你的对不对 哟 我像刀 你还知道韩梦集团 哈哈哈哈 真是笑话 在中海谁人不知道韩梦集团 那可是中海实强新兴企业 而且不瞒你说 我们公司还和韩梦集团有合作 怎么样 方小帆你个破烂佬信不信 现在我亲爱的老baby一个电话 就把你们私底下租赖公司车子的事情捅出去 哦 那这么不认识你 你以为你是谁 我接触的可都是韩梦集团的副总级别人 尤其是采购部的熊霸熊总 我们更是老朋友 哪怕是百梦韩白总 我们也是很熟的 哦 那个你认识我 啊 哎呦 熊总您怎么在这 您忘了 韩梦集团大厦的玻璃 都是我们公司负责擦的 啊 不对啊 您怎么扛起玉米 您可是年薪近千万的副总啊 我在给董事长家里收求 有什么问题吗 呃 你们瞧不起农民 敢情自己不也是服务行业吗 等等 不对啊 熊总你们集团的老板不是百梦韩白总 这难道是白总家的地 不可能 这就是方晓帆家的玉女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她什么德行我还是知道 再说了 白总可是是只白衣的大集团老板 就这样的 连给白总提鞋都不配 怎么可能认识白总呢 嗯 玉田啊 你说的白总应该就是我儿媳妇 什么 嫂子你家儿媳妇是白衣集团大总裁 真的假的 沈子啊 方晓帆能吹牛 你怎么学着吹牛呢 你家要是真认识白衣集团的大总裁 还能重底做着你腿子的活节 够了 无知的家伙 你们只知道韩梦集团 难道就不知道方氏集团吗 方氏集团 世界级的大集团 这谁不知道啊 熊总这和方氏集团又有什么关系啊 哼 韩梦集团是方氏集团的第一附属集团 我们白总也是方董的准夫人 现在你知道了没 原来是这样 难怪韩梦集团短短半年就能栖身中海前世 原来是方氏集团老板娘 老太婆这下打脸了吧 你不说人家不饿总是你儿媳妇吗 难道你还想说你儿子是传说中的方董 呃 等一下 方小凡 方氏集团都姓方 这 这不会 没错 方小凡就是我老公 这人就是我婆婆 妈 公司那边的事情刚处理完 我来收秋了 孟涵 林林 你们快休息会 这里让方小凡这臭小子干就行 天啊 方家二媳妇竟然开飞机来收秋 这也太霸气了 这女娃子长得也太俊了 哎 方小凡真是好福气啊 您 您是白总 这简破烂的 不 这位方先生真是您老公 那这么说 他是方氏集团的大老板 不 不可能 方小凡明明是个简破烂 怎么可能一下子成为 是这24位数的方氏集团的大老板 凭什么 凭什么小时候他就比我优秀 现在还比我优秀 儿子 方家小子成大老板了 还有 这24位数是多少钱 嘿嘿 24位数 那是上个月的输居咧 这个月您改到25位数咧 妈爷 25位数 这比我银行卡号还长个位数 方小凡 你到底有多少钱啊 方小凡 你是故意刺激我的对不对 你明知道我想开着奔驰一锦还乡 却非要故意来和我炫耀 你不就有几个臭钱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也不看看你这熊样 拿什么和方董比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跪下道歉 不然我们就分手 别要老baby 我不能没有你啊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了 方董您放心 我一定好好处理他 一开始来我就说方董看着不烦 果真是人中龙凤啊 呵呵 是吗 我怎么记得 你自从来了之后 就开始嘲讽农民呢 我 我错了方董 我瞎了心了 求求您给我个机会 我以后一定好好表现 对了 我看这条路不好 我愿意捐款一半的身家 给村子里修入 还有 我每年都来给村民们收就行不行 唉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记住你吃的每一粒粮食 都是农民辛苦种出来的 时刻记得感恩 起来吧 今年收成不错 不和你一般见识了 我一定谨记方董教会 来来您休息 我们替您收玉米 玉田你愣着干什么 赶紧抗玉米啊 外家小老外 这里的路确实不好 你想着回头规划一下吧 嘿嘿 鬼花那最在行列 嗯 那像像 物浅一应该能把这里小号列